南投市921国际统计会长期以来秉持协会终止 热衷公益服务社会 日前于南投捐血市办理捐血活动 并附赠金美小礼物 吸引了许多民众前往 捐献热血帮助有需要的人 会长陈嘉雄表示 捐血一带救人一命 也邀请民众一同参与捐血活动 来尽知识能力帮助他人 那捐血服务呢 我们也持续了大概20年有了 那在此也呼吁我们南投市民 晚秀捐热血 捐血一带救人一命 只要来捐血 我们都会准备非常丰富的礼品 来赠送给大家 礼品内容 我们今年准备漂亮的马克杯 有大概8种颜色的马克杯 非常好 还有清洁剂 那也希望大家来捐血 可以来收集 收集各种颜色的马克杯 捐血民众林先生表示 目前相当缺血 因此捐血就是要帮助需要用血的人 希望社会大众一起来捐血改善血荒 今天我来捐血中心捐血 捐了250cc 我们捐血就是要为了救助我们需要用血的人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热心的参与捐血这个活动 我们在新闻上都有听到 现在医院现在都在闹血荒 我也希望我们社会大众能够来捐血的 就尽量大家来响应 这个捐血的活动 然后来弥补这个血荒 这个空穴 希望大家能够永远的参与 这个捐血活动 先议员内血感谢南投市 921国际通缉会的用心 长期以来为了鼓励民众捐血 举办多次的捐血活动 也邀请民众一同参与捐血活动 捐出热血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921同缉会做了很多的公益 尤其是对我们的捐血活动 可以说是不予以利 直到现在有闹血荒 所以特别举办这场捐血活动 呼吁我们的一个市民 能够玩起袖子来 捐一袋血就一人命 所以这个是相当有意义的活动 对我们的社会尽一份心力 尤其是在921同缉会会长的号召之下 也准备了相当多的一个礼物 让我们的捐血朋友 能够一起来帮助我们需要帮助的人 陈会长及先元类血 也感谢捐血人的大爱 期盼每一场捐血活动 可以募集更多的数量 解决血荒的问题 帮助更多人重新获得健康 记者全文具南投采访报道